Liu培園的晨宇教室 晨宇造句片第91期 现在有9个YouTube频道 帮我按个订阅 我们看看5个晨宇 Pump somebody off 这是somebody的意思 某人 Pump somebody off I'm paper Bark the moon As quiet as a mouse Drive a nail into somebody's coffin 这5个晨宇 晨宇意思有时候猜不到 Pump可以说是椰子树 椰子树或者是手掌 Pump line 椰子树的绳子 线路就是手掌纹 Pump 手掌的线路就是掌纹 Pump tree 所以就是椰子树 棕树 可是呢 那是名词啊 这个动词呢 Pump love 什么意思呢 显然是动词啊 On paper 在纸上面 Bark Bark意思好多 树皮啊 还有种古代的传语是Bark 还有狗叫啊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显然是动词啊 狗叫 狗叫这个月亮 As crying as a mouse 像那个老鼠一样的安静 Drivenail 就是Drive 也是很多意思 可以动词名词啊 Drive 可以我们说硬碟啊 电脑的硬碟啊 Drive 还有那个私人的车道啊 Drive 也是经历的意思啊 这个经历旺盛的经历啊 它可以当名词啊 动词就多了 驾驶啊 把这个把东西驱动什么东西啊 把东西什么敲进去 敲进去 敲进去意思很多 Drive 那样 把一个钉子 钉钉子 敲钉子 敲进了一个人的cuffing 这棺材 所以中国说 关旧 那关跟旧有什么不一样呢 还没有装死人的叫棺材 关 那人装下去以后 死人装下去叫旧 叫关旧 已经叫陈锅 外面的陈里面叫锅 什么叫衣服 衣裳 是衣裳 上面的是古代也是 男人也是穿裙子 上面的衣服 下面是上 皮肤外面是皮 里面是腹 这叫腹盒子 水果商把烂苹果卖给一个虾子 卖给一个盲人 我们可以用pump somebody off 你发起来的计划只是直上谈兵 就这个 战国时代 赵库 直上谈兵 结果 赵族被坑40万 40万死掉了 直上谈兵 不要妄想了 凯蒂不会成为你的女佣 Bark the room 用这个成语 这可爱的婴儿睡得好沉 睡得好香 睡得好安静 乖乖的 不吵不闹 出太多烟会减少你的寿命 少活5年10年20年 drive a nail into somebody's comfort 我们就学这个词语 那pump somebody off 什么意思 get rid of bad tricks 把什么都丢掉去掉 用计谋 用计谋 干掉 去掉 赶走 pump somebody off pump就是 就是 动词 手掌 手掌动词 用手掌 用手掌把 把什么东西 by someone somebody 把一个东西 弄走 这个意思 赶走 弄走 卖走 on paper being uncomfortable and restless just a plan hasn't been practiced 这一个计划呢 还没有被实施 on paper 还在纸上 还在作业 还在计划 还没有实施 bark the room invent 没有用的 a failed to accomplish on paper 就在上面写嘛 写了嘛 计划嘛 还没有做 bark the room 动词 对月亮叫 没有用啊 你叫月亮是干嘛 叫月亮 听不到 太远啊 徒劳无功啊 没有用啊 invent 没有用啊 invent 也是成语 a failed to accomplish 或者做不到 所以它两个意思 分号就是不同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是没用 一个做不到 这个狗废火车 跨富追日 跨富古代的神话人物 再怎么高大 他非常高的巨人 所以世界上都有巨人族 所以西方最早 希腊神话就是 Titan 就是Titanic Titan 一颗号 Titan原来是巨人 巨人族 就是Juice 他那个 神啊 Juice 就是咒死他的爸爸那一族的 就做不到 就做不到 It's quiet and smiles Be quiet 非常安静 Without making sound 没有发出声音 非常安静 Drive an arrow into somebody's coffin Cut off somebody's line Cut off somebody's line 减少某人的寿命 我们念一下 Pump somebody off 他的意思是 Get rid by tricks Trick 手段 G某 On paper a plan hasn't been practiced yet 可以加个 yet 还没有做 Bart around a van Fail to accomplish As quiet as a mouse Be quiet without making sound Drive an arrow into somebody's coffin Coffee 这个 这个不要听成Coffee Coffee Coffee 这是Coffee 两个不一样Coffee Coffee Cut off somebody's line 我们就这边可以照去 这个 水果商呢 把烂苹果卖给一个 蝦子 蝦子看不清楚吗 一下子 那个 打混账 这个烂苹果卖不出去 哎 刚好看到一个 眼睛瞎的 或者是 清光炎 或者深度近视 刚好 好 用味道还好 闻不太出来 有点了 那全部烂一摸也不行 烂一点点 卖掉 The food seller pump off some bad pears on the blind man 这个Food seller 卖水果的呢 pump off 把这个用计膜 把它推掉 卖掉 有一些坏掉的梨子 我们用on这个 借西茨 卖给这个盲人 欺负他 我们就可以用pump off The food seller pump off some bad pears on the blind man 那你 你发财的计划 只是直上谈兵 你就是计划 可是没办法赚钱 还没赚钱 到底零不零不知道 You're a great idea 这个L是多的 就是你这个很 好像看起来很伟大的想法 如果是 刚才那个打错字L L的话就变形容词 idea就很理想的 你这个好像伟大的发财计划 making fortune Fortune 也可以是运期啊 也可以是计划 伟大的发财计 还只是直上谈兵啊 看起来很伟大 很灵光 所以很多计划 所以很多计划所写的都很棒啊 就一做不一定成功啊 所以很多人开店都有很好的计划 我开服装店啊 我这个开餐厅啊 我开这个什么店 什么店啊 或者我要投资什么的 都一定很好啊 不然你不会花钱投资啊 结果一开店下来 结果有的很快就关了 有的撑个两年就关了 有的撑了五六年还是受不了 有的开的很好 计划一定是好的嘛 你不会乱计划嘛 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真的抓去发现 哦计划很好 但是股东不合 甚至有的夫妻开 夫妻我们两个自己人吗 也不行 吵架 所以这个很多问题 还有有的夫妻 或者股东啊 团结合一致 员工都很好 这个什么都卖得很好 生意也不错 也觉得不错了啊 不止只让他们做了 碰到新冠肺炎 或者碰到天灾人祸 碰到大地震 碰到战乱 那没办法 计划赶不上变化 You have a great idea of making fortune to steal on paper 不要妄想的 凯蒂不会成为你女友 不可能啦 她的一七多啦 你才一五多 不可能 或者你长得五大郎 或者长得不好看 她是美女 不要笑想 所以有的时候 外形重不重 也蛮重要的 但是有时候例外 像那个以前 北大财子罗家伦啊 很丑 财子 就娶到一个北大笑话 美女 美女爱财 没关系我不计较 那也有 但她至少 她有跳财妻嘛 但你说又没财妻 又长得丑 可以 很多 还是娶到美女干嘛 家里有钱呢 也可以 又没钱 又丑 哦 这个又没财妻 那又娶到一个漂亮女孩子 一般来讲 男主登天 Don't bar the room 不要对月亮去叫了 没用 听不到 Kitty won't be your girlfriend 她不可能成为你女友的 这可爱的婴儿睡得好沉啊 没什么声音 当然有时候睡觉 不要说睡得很安详 这个人睡得很安详 有时候话不要乱讲 安详就死人 才叫安详 你说睡得好熟啊 睡得好甜啊 很好听 但是有一次一个朋友说 啊 他睡得好安详啊 这什么话 The lovely infant is alive as quiet as a mouse 这个可爱的婴儿呢 所以婴儿比baby更小 baby可能是一岁啦 两岁啊 这种baby infant就不到一岁啦 尤其是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 infant 然后再大一点就是boy 就是最最小是刚出生的啊 刚出生的啊 刚出生的是婴儿 infant 再大一点 baby啊 小baby很可爱 再大一点啊 boy 这再来就是青少年啊 青年少年这些东西 The lovely infant is alive as quiet as a mouse 抽太多香烟呢 会减少你的寿命 smoking too much will drive a nail into your coffin 啊 就像是钉到你 用钉子钉到你棺材 啊 等于说啊 没有啊 钉棺材已经 已经死 这个 都死掉了 钉什么棺材 怕你不死啊 怕你跑出来 把钉上去 好像九个youtube频道 新增加这个破解长句 把长句子分析一下 我们就不会怕他 那今天演说是比较难一点 把他念一下 我们就学到几个 成语 那加个l呢 配偶加个l 就pearl 就变珍珠 配偶也可以 也可以当动词 削东西 削皮 the first seller pound of some bad bear pairs on the blind man blind 也可以当什么白夜窗啊 死巷子啊 这意思很多是 我们有时候看英文 这有时候停一下啊 就是想到很多其他的字 你发财的计划还是 只是纸上谈兵 your great idea making fortune still on paper 有时候不加 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是经常去的 就不用就够 go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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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嘛 天天去嘛 常常去嘛 如果你说你不常去 go to the school go to school go to school 上学 go to school 我去学校 可能看朋友啊 可能办事 你不一定常去 所以经常去的 就可以前面 不加定冠词 不常去的 可以加the 表示那个 这个那个 那你上学 你不会上这个学校 那个学校嘛 但是你可能 我去看这个学校 看那个学校 就不一定 所以TH有这个 有重情形 don't bar the moon kitty won't be your girlfriend don't bar the moon 啊 the moon don't bar the moon kitty won't be your girlfriend the lovely infant slap as quiet as a mouse the lovely infant slap as quiet as a mouse smoking too much will drive nail into your coffin 啊这集讲到这里 这集讲到这里